耶稣感谢你 你把我们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这个不公不义不法的时代将要结束 你要带来 主耶稣就像是 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 现在他们在约旦河边 主耶稣你又设立了约书亚 给他一个新的责任 让他能够接过这个棒子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 我们愿意跟在你的 我们的真正的约书亚的手中 跟在你紧紧跟随 把你的国度带到地上来 感谢你祝福我们的交通 也祝福每一位上线的 奉你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108篇 今天我们要看 约书亚准备过河 两个探子和哪河 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了约旦河边 完成了神教给他的工作 神就设立了约书亚来带领百姓 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 又吩咐摩西按手在他头上 就被智慧的灵充满 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得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要赐给他们的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默想 好使你到这书上所写的一切 谨守遵行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分通 你也必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过约旦河 但神说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了 这里的赐给是已经是完成式了 神的应许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支取 并且采取行动 亲自过河 一脚步一脚步的去得到这块应许之地 灵后一章二十节 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们的 好叫荣耀 借着我们归于神 所以神的每一个应许 不论是有多少 只要在基督里都成为是的 我们要对神的应许说阿们 我们有的神的应许的话 就用阿们来回应 并且以行动来配合 每一个神的应许都要应验在我们身上 神也鼓励约苏亚在他行动的时候 要刚强壮胆 因为神必与他同在 神也告诉他 有神同在的秘诀 就是神的话的律法 不离开他的口 要昼夜默想 谨守遵行 神还特别说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为什么约苏亚会惧怕惊慌呢 在神的子民当中 仅有少数人 有可拉党的野心 想做领袖 好为所欲为 但是大部分的子民 虽然没有野心想出头 但都想有一位领袖 来为他们做主 由他来负责 出了问题 可以怪罪于他 自己不需要负责 只需要享受 有领袖的好处 很少有人在灵里 认识了耶和华神 和神的经伦 就产生了当家的灵 是刚强壮胆 愿意任劳任怨 就是要把神的旨意 实行出来 人的己都是自私的 为了自己的益处 只顾着自己 却不愿意付代价 为神 也为神的子民 无怨无悔地 摆上自己这一份 这就是以色列人 在旷野中 每一次的发愿言的 真正的原因 因为这样 能够坚定持续的传福音 牧养新人的少 因为这都需要付出代价 这也是在教会 祷告聚会中 参加的人少的原因 人都是在自己 有需要的时候 请别人为自己祷告 可能那时候 自己也赶过来 参加祷告 但是当自己的难处过了 自己没有需要了 就不来祷告了 因为那不关我的事了 让那些带领的 去祷告就好了 在神吩咐约书 要谨守遵行律法时候 特地说 不偏离左右 就是说 神凭着他的智慧和旨意 所发出的每一条命令 其细节和整体 都是一样神圣的 如果废掉 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那就是 违抗神的全部命令了 我们可能赞同神话语 整体的原则 却不重视其中的一些细节 或认为 仅供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是不顺从神 而是随从自己了 所以神话语的细节 能够考验 我们是否完全来顺服神 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亮光和启示 不做法力赛人 蒙从就绿出来 骆驼道吞下去 让我们在细节上 也不掉以轻心 顺从神话语的道路 乃是正道 左边或右边 始终都有差道 这些都是错的 一个人在走神的道路上 可能会趋于极端 不是偏右陷入狂热 如同法力赛人 死守自聚的律法 却没有怜悯心 在安息日给人治病 或是偏左 就被异端斜说 勾引去了 这偏左和偏右的两条道路 都通向灭亡 我们要学习平衡 不偏离神话语的左右 约束亚一章十到十一节 于是约束亚吩咐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 赐你们为业之地 约束亚得到神 亲自对他应许的话 他的惧怕去除了 他也学摩西来应用神的话 他就吩咐官长走遍营中 要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 赐你们为业之地 其实在神的话里面 并没有讲三日 也没有讲要百姓预备食物 三日之内原文是在三日 意思是三日之后 主耶稣乃是在第三日复活的 因此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河 表明耶稣亚的带领百姓过河 是在主的复活中的行动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神并没有让他们预备干粮 只让他们带着没有发酵的生面 烤成无酵饼 但是在要过河的时候 约书亚却吩咐百姓 当预备食物准备过河 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所有的食物 仅有玛拿 玛拿是不能够留到第二天 只有在第六天所取的双份 可以保存到次日 就是安息日那天 那么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样的食物呢 约书亚这是要百姓预备食物 就是说百姓要为着过河以后的食物 做准备 可能过河之后就没有玛拿了 也可能即使是有玛拿降下 可是在打仗的时候 百姓不可能如同以前在旷野里 平安地去食取玛拿 约书亚的吩咐 是约书亚在神的吩咐之后 就事前考虑过河之后 可能会发生的情形 我们侍奉主要有当家的灵 在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事上 主动详尽地来考虑神所说的 这是约书亚刚强壮胆 实行神要他带百姓过河的吩咐 做准备 神乐意看见他的子民 一面是听从神的话 另一面我们也是积极主动的思考 要来执行神的吩咐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是离开世界的霸占 完全是神独自来行大骑士 在旷野四十年 以色列人走到哪里 玛拿就降到哪里 神照顾了百姓四十年 但是到要过约旦河 这是承受神的应许 这是开始一个新的场面 约书亚认识 我们人需要与神配合 所以百姓需要自己预备食物 为过河之后的征战 不论有没有玛拿 百姓都要事先预备食物 不能够一直靠着神 从天上降下来 玛拿呢 结果 以色列人从正月初十过河 一直到正月十五号 逾越节的次日 玛拿才停止降下 而百姓在十五号那天 就吃了当地的出产 有无叫饼和烘的穀物 我们要问 他们过河之后 从哪里得来做饼的麦子 哪里来的穀物给他们吃 江南人不可能这么好心 留下一大批食物 给这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吃 而且是还有他们是一直吃下去 他们要去耕种 如果以色列人要自己去耕种 等到粮食生产出来 那可能要好几个月之后了 所以在百姓过河之后 玛拿继续降下了五天 他们也能够在仇敌面前 平安的每天出去拾取玛拿 并且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怎么找到这么大量的麦子和穀物 给两百万的人来吃 这个的确又是一个大神迹 这是神与约苏亚同在的印证 这更加强了神是已经把迦南地 赐给他们的话 信实的耶和华神 总是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安排 来供应祂的子民 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 主耶稣吩咐我们 不要忧虑说 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 所急切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远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 约苏亚也记得摩西和流变 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所约定的事 约苏亚对流变人 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 你们当记得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 说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得享安息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孩子身处 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 摩西所给你们的地 但是你们一切大能的勇士 都要列队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 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 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 所赐他们为业之地 那个时候你们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 承受为业 在摩西去世之前 流变人和加德人 因为贪图约旦河东之地的肥美 想要在此 募放他们自己的羊群 就向摩西恳求 得到河东之地 这就是人的自私 仅为自己的好处着想 不顾到神的权益 也不顾到其他支派 要去征战的危险 摩西听了 严厉地指责他们的自私 这两个支派就恳求摩西 要把妻子孩子身处 留在约旦河东 而能够征战的男人 要过河去和其他支派一起征战 直到所有支派都得着了他们的地业 才回到他们所要得的河东之地 摩西当时不愿意勉强人 尊重人的选择 就答应了他们 但是要他们遵守这个应许 这两个半支派 后来就和美帝上的十个支派 有了间隔 失去了彼此间的交通和协防 也因为他们在河东 没有天然的保障 就被仇敌首先攻打 被杀被掳 失去了家园 和所关心的深处 更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和自由 这就是约书亚所惧怕的事 人的自私 还有这两个支派 会不会推脱不去 人间的领袖 通常在一上任的时候 会推倒前任的作为 但是新上任的约书亚 并没有为了讨好这两个半支派 而改变摩西的定规 反倒提醒他们 要记得 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 信守他们的承诺 他心中担心这两个半支派 会不会食言 约书亚 他是认识摩西 是神所指派的领袖 他有权利来做这个安排 这显示约书亚认识神的权柄 如同大卫 不敢杀神所高的扫罗 所以大卫既认识 也顺服神的权柄 在教会服事当中 我们也当认识 这是神的家 也是神的国 有看不见的神 所设立看得见的权柄 我们应当顺服这些权柄 我们顺服他们 就是顺服神 这也是蒙神同在的主要原因 因为约书亚的顺服权柄 神就使原本不顺服的 两个半支派顺服 他们回答约书亚说 你所吩咐我们行的 我们都必行 你所差遣我们去的 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怎样 在一切事上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唯愿耶和华 你的神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 违背你的命令 不听从你所吩咐 他的一切话 那人就要被处死 你只要刚强壮胆 按着以色列人悖逆 印着景象的本相 十二支派很难轻易 接受约书亚的领袖地位 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去世了 两个半支派也已经取得 河东之地 他们如果不愿意去 约书亚该怎么办呢 约书亚所惧怕的 就是百姓的刻变十番 但是这两个半支派的回答 几乎是出人意料之外 不仅愿意信守他们 与摩西的约定 还完全支持 顺服约书亚的命令 并且鼓励约书亚 只要刚强壮胆 这是神在这两个半支派 心中的运行的结果 这也是神给约书亚 有神的同代的又一个印证 在过约旦河之前 那些会抱怨不幸的 第一代人都过去了 新的一代 愿意与那在他们心里 运行的神合作 刚刚做领袖的约书亚 得到神的鼓励 也得到了两个半支派的配合 这位新领袖 要和众百姓同心合一 过河去取得应许的美帝 做他们的产业 成功 神曾经起誓要把迦南美帝 赐给他们的应许 当下 弄得儿子约书亚 从石亭 暗暗打发 两个人做探子 吩咐说 你们去查看那地 特别是 耶利哥 这里的当下 就是接续第一章 神奔赴约书亚和百姓 过河的准费 石亭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 和对岸的耶利哥 摇摇相对 为以色列人旷野形成的 最后一战 是他们打败 是他们打败亚摩利王西红 巴三王二之后 驻杂之地 也是巴兰 首使摩押女子 诱惑百姓的地方 他们在此停留了 半年左右 神才吩咐他们过河 耶利哥是人类最早的城镇 二手的约旦河谷 和中央三地之间的东西战略要道 因为有泉水灌溉 圣产蜜藻 有许多中树 就被称为中树城耶利哥 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以色列人过的约旦河 首先就必须来攻克耶利哥 38年前 摩西从加底斯打发十二探子 是大张旗鼓的公开行动 产生了不幸的后果 但是这一次 约书亚是从石亭暗暗打发 两个探子 可能是不想让探子的报告 再次节外生枝 也因为仇敌就在眼前 所以这一次的窥探行动 要保密 于是二人去了 来到一个名叫 喇河的妓女家里 就在那里躺过 有许多犹太人古籍 和圣经学者说 喇河并不是妓女 而是旅店的女主人 她的家 如同西部电影中的沙龙 经营的小酒馆和客栈 是往来商对 客旅歇脚 过夜的地方 经常有陌生人进出 可以得到多方面的消息 也比较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 她的房子 位于城墙上 交通方便 也容易从城墙上 坠下绳索逃走 如果她是妓女 这两个探子 一进去耶利哥 就跑到妓女家去 似乎有放纵情欲 疏于指手的情形 这实在是讲不通 而圣别的耶和华神 也绝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然而圣经在此 就是使用了 妓女喇河这个头衔 来称呼她 要表明 这样一个被人瞧不起 超健业的外邦妇人 因为信心 而为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做了第一站的先锋 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 今夜有以色列人 来到这里探查此地 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河说 那来到你这里 尽了你家的人 你要交出来 因为他们来 是要探查全地 这不仅是一场外面属地的征战 背后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双方都在较劲 在约束亚时代 迦南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而是由许多自治的城邦组成 每个城邦由一个当地民族居住 包括一个有城墙的城 还有周围的农田乡村 拥有独立的首领和军队 有时候会成为埃及法老的班主 一支刚刚征服了两个强大河东国王的军队 就驻扎在15英里以外的约旦河的那一边 有半年之久了 他们得胜的消息 还有众多的人口 对耶利哥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耶利哥王是耶利哥城的首领 他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要过来 所以严正以待 从哪和后来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 耶利哥人早已经知道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所经历的神迹 于是在冰临城下的恐惧中 任何陌生人的进出耶利哥都成了嫌疑人士 探子选择是在班王的时候进城 因为耕田的人都要回城 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希望能够避人耳目 可是他们的穿着语言还有容貌 就将他们暴露了 要不是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 他们就要被捕 必死无疑 连妓女喇和都认出了 他们是以色列人 不是当地人 女人将二人隐藏起来 回答说 是有人到我这里来 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并不知道 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 他们出去了 往哪里去 我却不知道 你们快去追赶 必能追上 从这时起 圣经就没有用妓女喇和来称呼他了 而是用女人 因为他已经认出了这两个探子 出于对耶和华的信心 他果断地立刻把两个探子藏了起来 圣灵就是看重 他出于信心的举动 不继续留在女神对抗的一边 他的信心让他站到了神的那一边 当耶利哥王所打发的人来到 喇和家的时候 这两个探子已经被喇和藏了起来 喇和承认 是有人到我这里来 但他们是哪里来的 我并不知道 喇和是道德败坏的迦南人之一 他这么做 如果被试破 那是叛国罪 全家都要被灭门 他是冒了多大的危险 探子应该还没有时间和机会 告诉喇和他们神的和行动 请他帮忙 但是喇和根据他所听见的消息 他是主动地做了重大的决定 使自己与神的子民共命运 其实女人已经领二人上了房顶 将他们藏在那里所堆放的麻街中 喇和在耶利哥王打发的人来到之前 就已经采取了行动来保护这两个探子 加南地的房顶是平的 探记可以用来存放或者是晒亮东西 天气炎热的晚上也可以作为乘凉的地方 麻街是晒干的亚麻精 在古代中东是用来制造细麻布和绳索的原料 因此喇和家中有许多绳索 记得这个绳索正好为后面的行动派上了用场 这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的前夕 也就是收割的日子 当地的大麦和亚麻都正好成熟了 在后面我们看见神让以色列人在河东住了半年 却在约旦河水最早的时候 让以色列人过河 一面是让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大能 另一面也是给他们信心去征服加南地 但是神更是安排在这个时候 是让亚麻成熟 可以给探子躲藏 更可以做绳索 让他们逃跑 也做记号 使亚子拉河的一家得救 我们敬拜 神的主宰所说的妥善细致的安排 都是为了他经人的实现 那些人就沿着通往约旦河的路 追赶他们直到渡口 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 城门就关了 约旦河的渡口 在耶利哥城的东边 过了河 就是以色列人的营地 所以耶利哥王拆派来的人 以为渡口是探子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 二人还没有躺卧 女人就上屋顶 到他们那里 对他们说 我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 在你们面前也都丧胆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 使红海的水干了吗 以及你们怎样带 约旦河东 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西红和厄 将他们尽都毁灭 我们一听见 心就融化了 因为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神 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哪和在应对耶利哥王派来的人说 说了两次 我不知道 来欺骗他们 但是对这两个 约苏亚派来的探子 却说 我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前者是谎言 为了保护神的探子 后者是相信 耶和华要做的事 这是信心 耶利哥成 人心涣散 都惊慌了 心就融化了 并无一人有胆气 这就印证了 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 正如他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应许的 但是所有的耶利哥人都听见的神大能的行为 大能的作为 只是陷于恐惧和抗拒之中 没有一个人采取行动来配合耶和华的行动 只有哪和胜过了恐惧 相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并且他选择离开自己多个世代 敬拜的假神 投靠真神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请来的福音朋友 同样听见某个见证 有人不以为然 有人认为只是巧合 唯有神所拣选的人 心里敞开的人 才能够用信心回应见证的呼召 一面是主耶稣说 若不是蒙父所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另一面 人也必须主动的愿意来接受 雅各书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我们听见了 耶稣为所有人的罪死了 偿还了罪赞 并且在复活中成为分赐神圣生命的灵 所有愿意相信接受的人 都可以借着呼求主民 祷告接受主耶稣 因此 一面是神已经拣选了拿和 另一方面也是他的信心和果断的行动 拿和这时候提出了他的请求 现在我既以恩赐待你们 求你们指得耶和华向我启示 也要以恩赐待我父家 并且给我一个可靠的记号 要使我的父母兄弟姊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都能存活 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恩赐的希伯来文是 哈赛 意思是愿意以信实 忠贞对待 在旧约中 常常是用来表示 神对人永不见断的慈爱 或者是神的子女对他人应有爱心 拿和和代表以色列人的探紧立约 他既然以爱心待他们 探望也能够得到爱心的回报 他在此不仅是为他自己求 更是为了他的全家 这是全家得救的最好立正 拿和向探子求 给我一个可靠的记号 要使我的父母兄弟姊妹 和一切属他们的都能存活 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 因为他知道这两个探子是要回去报告的 他这个时候向他们要一个可靠的记号 在将来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 能够凭着这个记号得救 拿和的要求包含了两件事 第一 他和他一家都能得到保护 正如同他保护的探子一样 第二 求探子给他一个以色列人所认识 和承认的可靠的记号 他没有丈夫 但是他提到父母和兄弟姊妹 甚至一切属他们的都能存活 拿和的心非常广大 即使他的家人没有像他这样的信心 但因为他的祈求也都得救了 我们要护到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 为他们的祷告来祈求 二人对他们说 二人对他说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恩慈信实待命 这两个探子被拿和感动了 说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意思是以性命做担保 他们两人已经郑重许诺了 要拯救哪和一家人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坠下去 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他就住在城墙上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且往山上去 免得追赶的人碰见你们 要在那里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打合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 他就住在城墙上 因为当时建筑在城墙边上的房屋 十分普遍 这样做既可以增加城墙的厚度 又能够支撑房屋 二十世纪初 德国的考古学家 在耶利哥的遗址 北端内外墙之间 挖掘到了房屋 房屋的背是依着外墙的内侧 耶利哥古城的西面 是陡峭的山区 山上布满了洞穴 适合藏匿人 因为往打发的人 向东边的约旦河渡谱去 所以那河很有智慧的 要探子往相反的方向 就是往山上去 隐藏三天 等追赶的人回来 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而探子躲藏的三天 也就是约书亚吩咐百姓 预备粮食 等候三天的时间 约书亚与神的时间表 配合得非常稳妥 好 我们看一看 这是他们考古学家画出来的 耶利哥 第一个有城墙的古城 有两道墙 那么在这两道墙中间 在外面的这个城墙 这里就有房子 他们是被就靠在 这个城墙的边上 这个是耶利哥 现在我们在前面所看见 这个挖出来的地方 就是耶利哥的古城 然后 在前面这个山 就在西边的这个山上 这里有很多的山洞 据说这里 也就是主耶稣 被带到这里来 受魔鬼 适时昼夜的试探的地方 二人对他说 你要造以下的画形 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 你要把这条珠宏线 细在我们下去的窗户上 并要使你的父母兄弟 和你父的全家 都聚集在你家中 这个可靠的记号 就是这条珠宏线神 凡是出了你家门 往街上去的 留他写的罪 必归到他自己头上 与我们无干 凡在你家里的 若有人下手害他 留他写的罪 就归到我们头上 但是你 如果泄露我们这件事 你叫我们所起的事 就与我们无干了 这两个探子 也是很有神所赐的智慧 在哪河藏他们的屋顶上 看见有许多亚麻精 做的绳子 这个绳子既是对我们下去的工具 是拯救他们的凭借 也是拯救哪河家的凭借和记号 只是对哪河家 这条绳子必须是染红了才有效 当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哪河必须将珠宏线神 细在窗户上 成为拯救哪河和他家眷的记号 你看一条珠宏线神 细在窗户上 从远处看 就好像是一道鲜血 从窗户流淌下来 为什么是珠宏线呢 因为他就要显示 就这样是一道鲜血流淌下来 这个记号 与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要在自家门框上 撒羔羊血一样 都是一种记号 表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 为所有人赎了罪 能够蒙拯救的 就是这条珠宏线 在约书亚二章十七到二十节 探子给哪河的应许 是在他们被坠下城墙之前 就吩咐给哪河了 哪河和他家人的救恩 是有条件的 就是他们一家 都要留守在这个 有诸宏线神系的家中 否则他们在家外 和灵人互在一起 就有可能被以色列军兵杀害 除他之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我们人一信了救主耶稣 就已经被迁移到了基督里 在基督里是蒙拯救的实际 这里的长生处 哪河之家 就好像是挪亚方舟 挪亚全家都要进入方舟 并且要留在其中 洪水一来 只有进入方舟 并且留在方舟里的人 才能得救 哪河的家 也可以比喻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因为教会就是佛神的家 当基督要来之前 将有大灾难发生 战争 饥荒 瘟疫 地震 都会有巨大的发生 今天发生在新冠病毒 还有在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这些都只是预告而已 以后发生的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只有在那个时候之前 赶快信主 进入基督里 也进入教会生活里 要留在其中 享受主和同座 弟兄姊妹的丰富供应 凡不在哪河家的 不论是谁 都无法蒙救恩 第三个条件 就是提醒哪河 不可泄露 关于应许的秘密 因为倘若秘密被泄露 以色列人征服 耶利哥的战争 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且哪河一家人 也性命难保 女人说 就这样 照你们的话吧 于是打发他们走 他们就去了 他又把诸红线神 系在窗户上 在这一段记载中 从二章四节到二十一节 都没有提及 哪河的名字 也没有用妓女来称呼他 仅用女人来说到他 哪河非常爽快 有信心 因为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 已经启动了 他立刻相信探子的应许 没有再要其他的信物做保证 就打发他们走了 这诸红线神 系在窗户上的记号 就足够了 郑竹童 每一个人你相信 愿意接受耶稣的保险 就能够得救了 虽然探子告诉他 当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 必须把诸红线神 系在窗户上 但是哪河是立刻 就把绳子系上 免得临危之际 慌乱之中 找不到这根绳子了 或者有其他重要的事 打岔了 听到了拯救之路 就要立刻采取行动 不要等到最后关头 匆忙之间 容易出错 我们看见哪河的信心 对这位没有见过耶和华神 仅仅是听了几件神所行的大事 就定义来相信 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没有丝毫惧怕 而是果断的行动 与神配合 二人离去 到了山上 在那里住了三天 等着追赶的人回去 追赶的人一路找不到他们 找他们却找不着 两个探子在山上住了三天 追赶的人当然找不到他们 因为他们认知的方向错误 而这也是主宰的神所安排的 在地上的征战 决定胜负 安慰的权柄 乃是在天上的神手里 二人就下山回来 过了河 到嫩的儿子 约苏亚那里 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 又对约苏亚说 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 交在我们手中 那地的一切居民 在我们面前都丧胆了 探子在山内躲了三天之后 把从哪河得来的消息 向约苏亚报告了 耶和华神的应许 得到了证实 这一次人心患散的 不是以色列人 而是敌方的军云 这两个探子的眼光 和三十八年前的十个探子 完全不同 他们看到的 不只是耶利哥高大的城墙 比他们声量高大 和追赶他们的敌人 更有属灵的眼光 看到神要使天下万民 听见你的名声 都惊恐惧怕 且因你发战赞斗 这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 就告诉了他们 神的应许 已经应验在他们面前 所以他们确信 过去显大能的 和华神 如今果然将那地 交在我们的手中 三十八年前 没有专心跟从神的百姓 要求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 窥探迦南 十个探子所报的恶性 导致以色列人在旷野 漂流三十八年 全都倒闭 现在新的一带 到了约旦河边 他们是专一 跟从耶和华 的约书亚 同样打发两个探子 窥探迦南 结局却是完全不同 人的心如果不对 不专一跟随神 怎么侍奉都不对 都会惹神的愤怒 但是人的心如果是对了 我们的侍奉 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神是看我们的心的 我们如果是有属灵的眼光 就能够清楚地看到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是神的手引导探子 来到喇合的家 又是神的手 预备了喇合的信心 并且催促他保护探子 更是神的手 打开了喇合的心眼 看见神所说过的应许 都要应验 即使是神的作为 但是喇合还需要主动配合 这个就是诸天的国 是强力夺取的 强力的人就夺得了 喇合的主动配合 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隐秘的神在天上的一切 主宰安排 都是为了让他的应许 能够实现 也叫地上的百姓 能够看清这场 征战的属灵真相 坚定他们过 约既旦河的信心 既女喇合 这样的描述 出现在圣经中有四次 两次在以色列人攻打 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的一家能够拯救 另外两次很有意思 一次是在西伯来书的十一章 讲到信心的见证人时候 说既女喇合 因着信 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 就不与那些不信从的人 一同灭亡 另外一处是雅各苏二章二十五节 他说既女喇合 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本于行为得称义吗 你看 先是西伯来书 说因着信 然后是雅各苏 说是本于行为 这是强调 他不仅是有信心 还有行为 我们需要两方面都有 但是要先有信心 并且复资于行动 可是到了马太福音 耶稣的家谱中 提到了喇合 却没有使用既旅了 那里记载着说 沙门从喇合市 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 生 欧贝德 欧贝德 生耶稀 耶稀 生 大卫王 圣经中 好像喇合这个人 跟曾经是妓女的出生 是分不开的 可是到了马太福音 耶稣的家谱中 妓女的头衔 已经被涂抹了 并且在神救赎的计划中 喇合居然能够在几代之后 生出了大位 更在神的时间满足的时候 生出了耶稣 喇合蒙神恩代 成为耶稣家谱的一员 这个出生卑贱 又是受咒诅的迦男人 本来是该灭亡的 却因为他的听见了 神所做的大事 心中就有信心 而且采取行动 就成为耶稣家谱的先祖 神的恩典与慈爱 超越人们既定的出生和地位 既然接纳了 喇合外邦人的身份 又涂抹了他曾经为妓女 这个悲贱罪恶的出生 让他在神的经伦里面 彻底的成为新人 喇合的主动配合 就是诸天的国是强力夺取的 强力的人就夺得了 奇灾妙灾 神的大爱与慈爱 远远超越人的想象和限制 感谢主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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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